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卓祖 今天是推介领展823 选选原因是市场对中国政策的担忧持续扩散 恒指大幅下跌 在大成交之下大幅下跌 创了去年11月以来的低位 本地的股份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 当中WISK的业务防守性较佳 加上泰息稳定 领展是可以多加留意的 受惠于中港两地零售消费复苏 公司截至今年3月底的全年业绩 符合市场的预期 期内收入达到107亿4千万 按年微升0.2% 每基金单位全年分派升1% 去到2.899月 摩根士丹尼指出 相信领展每基金单位分派 在上一个财年已经见底了 预期未来三个财年分派盈利复合增长率 将会超过5% 走势上领展今年以来反复向上 6月上破74.5%的阻力之后 至今是高位整固 昨日收市是报75.4% 逆市升了0.5% 策略上可以在75元以下吸纳 中线是上网83元 跌穿了70元就要止蝕了 要连打算是下跌穿了密码 备造团 may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